如果你真心喜欢PS5 还在纠结 还在等PS5 Pro情况下看 我先声明我不鼓励消费主义 但如果你真心喜欢PS5这类的游戏机 那么及时行乐 不是自私 也不是不负责任 人应该享受当下的美好 3000多块钱的PS5谁都买得起 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 只是有人纠结该不该花这笔钱 毕竟3000块钱 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 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加一箱油 500块钱可以跑一个月 吃顿火锅或者烧烤 人均70可以支撑一天不吃饭 再比如给孩子上个补习班 200块钱可以支撑一个小时 但是花3000多块钱买个PS5 可以支撑7年 值不值就得看人了 是不是有的认为 我们不应该拥有娱乐 那么现在哪种娱乐方式 能这么便宜 我的粉丝大部分都上班了 3000块钱买个自己的新头号 不是罪过 PS5不会影响你努力奋斗 它更像一本小说或者一部电影 它是你释放压力的一条通道 它会给你一块属于你自己独享的moment 其实我们国内游戏机玩家的数量很少 和手游电脑游戏相比就是个零头 即便如此 还有那么多人纠结到底要不要买该不干嘛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PS5上市都三年多了 你一直忍着憋着等PS5 Pro 就算PS5 Pro有发布了 你是不是还要等PS6 等PS6上市了 你是不是还要等6的Pro 一代游戏机的周期大概7年 你有几个7年 你还能等几个7年 难道你喜欢那种期待的感觉 你怕一旦得到 一旦拥有就不喜欢了 别自欺其人了 真正喜欢游戏机的玩家 就算没时间玩它 放在那吃灰 我看着它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